那么有一些聪明人见到佛了 知道极乐世界好 会要求阿弥陀佛 我还有那个寿命我不要了 我现在就跟你去 绝大多数阿弥陀佛都同意 就会跟你出 跟你约定时间 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 或者一个月之后会跟你约定 那是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是约定确切的时间 约定到什么时候 几月几日几点钟 到时候你准定看到它 那是第二次见面 第三次的时候它是带你走 带你到极乐世界去 它要不带走 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 你找不到 一定要它带你走 这个叫性情见佛 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往生的时候 你看到佛带着莲花 在他手上 你爬上他的莲花 坐在莲花里面 莲花就和起来了 他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 放在七宝池 等到在七宝池里面 你在那个地方 装饰陈芝 见思烦导 断干净 尘杀 断干净 这是花开 剑腹 当来是在极乐世界 海鞋老后尚 给我们做证明 第一个证明 极乐世界 真有 第二个证明 阿弥陀佛 真有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他你想想看 这么样一个条件去做的人 我相信 三四年之前 他第一次见佛 这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 他见佛多少次 净土中历史上记载 慧原大师 夜深见佛四次 从来没有给人说过 最后 王子侦告诉大家 见过四次 见到极乐世界 人家问他 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 他说 跟无量寿经所说的 完全相同 有什么样子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他说